所以你看这古龙书里头 咱们其实可以这么分析 你找别人配不起古龙 咱们就说金庸 你拿金庸跟古龙比 你会发现 两个人这个著作 把每个人的性情爱好 可以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你看这两个人写武功 首先就不同 金庸的武功 一般是堂堂正正 甚至跟哲学能连上 降龙十八掌 抗龙幽回 什么这些招式 都从一经里来的 很有哲学韵味 可古龙武功里头 招式不多 有也极少 经常是模模糊糊 这一件灵巧犀利 怎么怎么就完事了 而且金庸 你打的过人 得有道理可讲 古龙书不用讲道理 甚至俩人比武艺招没比 胜败一分 他要看气势 经常是俩人一对势 突然有一方说 你输了 另一方就真输了 再不就来个什么 眼中无见 心里有见 手上无见 心里有见 手上无见 心里也无见 那才到巅峰 玩这些玄虚的 不要用眼睛去瞄准 不用眼睛瞄准 那用什么 用心 用心 因为用眼睛看到的是杂乱的世界 用心去澄清 用心去分辨 用心去瞄准 所以这点就看古龙 他写这东西 特别诡异 很多地方不按照常理出牌 但也因此 能够写得很有韵味 很有意境 有些地方甚至比看金庸的书 更加令人神往 你再说两人笔下写这些人物 就很有意思 你比方说写男的 这个金庸笔下这人物 比比有来历 你比方郭靖 怎么来的 这是这个郭孝天的儿子 后来这个被段天德陷害 他母亲带他到了蒙古 得到铁木针重用 把江南奇怪教他功夫 后来马玉教他功夫 然后这个 洪青公收他当徒弟 然后又跟黄荣恋爱 一点一点的 最后跟周伯通结为兄弟 等等等等 我没时间跟你玩 老文通 干什么你 他的成长有一个 非常清晰的轨迹 你包括像什么杨过 像令狐冲 像肖峰 全是包括魏肖宝 都很清晰 可是古龙书里的人物不是 比较鬼奇 没来历 没背景 没师父 有的偶尔提一两句 那也是雪泥红爪 所以他们书里 是个男主人公 一个是有来历 有背景 能看得见清晰成长经历 一个是没来历 没背景 突然就出来了 所以形势不可琢磨 所以古龙很多书 你看起来跟侦探要说似的 来无影去无踪的 再你看他这些女的 金庸的书里的女主角 往往是圣女居多 我说的谁胜得胜 你比方说像小龙女这样的 包括像黄蓉这样冰雪聪明的 即使写有一些怪一点的女人 那也是爱恨分明 很清晰 像李沫崇 由爱生恨变成了模拟 非常清晰 这世界很酷